大家好 欢迎参加这个星期的直播 我是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 HS-2 Academy的江主任 首先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星期的教育新闻 第一个教育新闻呢 是这个 他的这个秀叫做Limit Talk 他是这个TikTok的一部网红 他有超过15万的粉丝 真的很厉害 然后呢 他是高中第一名 然后SAT1590分 当然他还有其他的一些 这个很多这个很厉害的课外活动 不过呢 他最近在他的这个TikTok上面就讲说 他被所有的这个长春藤大学 全部都拒绝了 所以呢 这么优秀的一个孩子 那当然了 他没有说他是这个Asian 可是你看他的脸 应该猜得出来吧 应该就是美籍亚裔 那这个孩子呢 现在就是说 会去这个杜克大学 他被杜克大学录取了 所以其实杜克大学 也没有输给腾孝 坦白说啦 但是腾孝全部拒绝 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 蛮令人伤心的 就是上个星期 我不是有播报一个新闻 就是有一个美籍非议 然后他被五十几个 美国大学录取 还有三百多万的奖学金 那可能你会说 四金子总会发量 如果你要这样想 也是可以啦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 就是说这么优秀的孩子 因为现在很多的人 也觉得说 做网红是一个 敬名校的一个捷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并不是这样的 以现在的情况来说 好 那这个新闻呢 是有一个调查呢 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大学的学生 比较不会就是喜欢喝酒 那这个右边呢 这是一个在这个 San Diego State 就是加州大学 加州州立大学 San Diego分校的一个 大一新生呢 他在前两年的时候 是在这个兄弟会的活动 大学开学的时候呢 就三十分钟之内 被迫就是喝下这个 七百多毫升 跟烈酒 跟这个西大麻 所以后来 这个孩子是这个瘫痪的 虽然没有死掉 但是呢 现在他的家人 就是要控告这个兄弟会 那这个兄弟会 他San Diego州立大学的 这个兄弟会 他后来就被这个 被迫取消 可是后来 他还是就是 在今年的时候 要求要再恢复 可是被拒绝了 那这个新闻讲的是说 现在的年轻人 都比较不喝酒 这个右边 这个是另外一个新闻 那他是被强迫喝酒 其实我也觉得 现在的年轻人 比较没有像以前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 那样子喝酒 就是说 可能有些活动的时候 他们就会狂喝酒 可是说实在的 现在我不是下你们的 现在这个 就是吃止痛药 跟这个吸毒的问题 吸大麻的问题 是更严重 所以其实是更糟糕 好 那我们之前也报告 很多的大学 就是现在因为物价上涨 很多的大学的教职员 就是活不下去 所以就是像这个加大 像这个上星姐讲 这个芝加哥州大 这些都在这个罢工 要求这个加薪 那现在这个是罗格斯大学 是在这个纽泽西州 他们也是要求要加薪25% 然后呢 他们也是在罢工中 那他中间有提到说 这个学校呢 他给他的这个 一个体育教练 一年四百万的年薪 他们觉得非常的这个 就是看不下去 那这个大学其实是一个 就是知名度算是很高的 然后两百多年的大学 所以是一个不错的大学 所以目前来讲 我想是有可能会成功啊 因为就是说现在 基本上现在罢工 好几个都都成功嘛 可是说实在的 对大学来说 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就是说 如果说他们没有拿到 大量的捐款的话 其实是很难打平 这一笔账的 好 那这个呢 是一个全球计算机协会 他所排的一个 全球计算机工程的 这个最佳大学排行榜 好 那全球 全世界最好的计算机工程 大学呢 好 前面的十个 有八个都是在美国 好 这个 真的看看我们美国的大学 就是厉害 没话说 好 那这个里面 当然有两所 不是美国大学 一个是中国的清华大学 当然也是厉害 那另外一个是苏黎世 就是瑞士的这个 苏黎世联邦理工 这个学校我有去参观过 这个学校有一个 很厉害的校友跟教职员 曾经在那里教过书 叫做爱因斯坦 你就知道他多厉害了 所以这个两个 不是美国大学 在这个榜单里面 我也是很服气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榜单呢 你也会有一点surprise 因为马拉森理工 是被排到第四名 史丹佛是被排到了 这个第六名 所以呢 第七名 所以呢 这里面呢 前面的几所 卡雷基梅伦 这个我想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卡雷基梅伦的这个 计算机工程系 真的是厉害 我有学生从那边毕业 年薪都是二十几万 起薪 所以这就是真的很厉害 一个学校 那我们也很多人 学生都申请这个学校 然后第二个呢 是这个伊利洛义香槟分校 所以你看这个学校 他不是排名特别的高 但是他这个 这个专业很厉害 所以他的这个专业 你基本上你没有 一开始申请 后来不能转进去 那再来第三个很厉害 就是加州大学 是两个分校 所以呢 这些都是 就是说如果你要选 这个专业 其实你就不用去什么 觉得说疼校 对不对 因为你看这里头 真的疼校 只有一所 对不对 就是康乃大学 所以呢 这个呢 可以给你们参考 因为现在计算机工程 就是真的很多人的这个梦想 好 这个呢 是一个西北大学做的这个研究报告 他这个研究报告呢 是从2006年做到2018年 他的这个报告呢 就是讲说 因为之前有一个弗林效应 弗林效应就是有一个叫做 詹姆士弗林 他在这个1982年的这个研究报告显示呢 美国人的智力是越来越高 好 那然后呢 最近这个西北大学做的研究 发现美国人的智力呢 快速下降 这个追踪呢 是十几年的这个研究呢 追踪了40万人 40万人 所以不是一个很小的报告 那他们就是说研究说这个 这里头有就是传统的那种智力测验嘛 你可以看就是说逻辑啊 这个词汇量啊 解决问题啊 类比分析啊 数学 这些就是传统你可以想象的那种智力测验 然后呢 发现分数越来越低 好 我想这个跟就是说 教育越来越水 我觉得是有关系 再来就是说这个 可能大家的就是说生活太安逸 好 所以就变纯了 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有可能的 好 那 其实我们也有给学生做那个能力测试 其中能力测试的其中一部分就是智力测验 那 顺便跟你们讲 因为呢 我们也有做很多印度裔的学生 孩子 好 然后呢 其实印度裔在各方面最近几年的表现 在美国 他们现在是全美国最有钱的族裔 也是很多的大公司的这个主管级的人物 在我们的职务操作里头 其实印度裔的孩子申请大学的结果也比中国人来比华人来的这个理想这几年 然后成绩也比较好 好那你说印度裔的孩子有比华人聪明吗 其实真的没有 因为我们有做这个大量的这个几万人 所以我们很清楚 那为什么他们表现会比我们好呢 就是因为他们的爸妈还是非常的传统 还是高压式的教育 所以呢 管教很严 所以基本上来说 进好大学就不是一个选项 他就是必须要做到 所以成绩不好就是不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给你们参考 再来呢 这个新闻呢 讲的是 就是说美国心理学协会呢 曾经他们有一个研究报告 是一个美籍华裔的这个学者做的一个报告 就是说呢 大学录取里头对亚裔学生有一个刻板印象的一个偏见 然后十年前的时候 美国心理学协会是赞同这一篇这个研究报告的 可是去年呢 在这个美国就是那个哈佛大学被 Student for Fair and Mission公平入学组织控告的时候呢 美国心理学协会有参与这个官司发表意见呢 他们却就不认同了这篇报告 之前他们是认同这篇报告 他们就不认同 他们就说 其实在这个 就是大学录取上 还是要有这个族裔的考量才不会影响就是教育中的少数族裔的机会 所谓的少数族裔 请你要搞清楚 就是教育中的少数族裔不是实质上的少数族裔 教育上的少数族裔就是拉丁尹美籍非裔 就是说他们是觉得要给他们多一点机会 那这个就是变成是说自己打自己嘴巴 因为之前他们曾经认同过 这份报告就是说 美籍亚裔的学生在大学申请上是有一定的这个 就是说有受偏见有受歧视的一个现象 好那现在这个东西就是他又不承认了 好那再来呢 就是美国新闻世界报道 前一阵子就是曹曹曹 就是这个法学院跟医学院呢 就是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史丹佛 兵州大学 麻省理工 这些都开始就是抵制他 就是说他的这个排名呢 不符合他们的这个价值观 所以呢曹曹曹的情况下呢 他们现在就修改了排名的这个标准 然后就是推出了新的排名 那法学院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你可以自己看好史丹佛耶鲁 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基本上变动不大 好那医学院的第一名是约翰霍普基斯 然后是宾州大学哈佛大学 就近三大 加州大学就近三分校 其实我觉得法学院真的是要进一个名牌大学很重要 不然的话你出去找工作可能你一辈子就是只能在那里做research 然后可能也爬不上去 可能甚至人找工作都有困难 因为法学院的毕业生蛮多的 可是医学院来讲呢 我真的认为你去读排名高的大学跟排名不高的大学 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别 主要是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实习 好因为他们有一些 医学院的实习的这个位置不是很多 有一些就比较充裕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考量 那就是说现在新版的这个排名呢 他就比较把什么呢 就是像这个入学考试 LSAT GMAT这些 还有GPA就是学生的大学GPA的部分的考量就减轻了 那他比较着重在这个学生的成果 就是说比如说考律师能不能考通过 还有就是能不能就业 然后呢就是医学院的部分呢 就是师生比的重量 还有就是这个NIH 就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给的这个 就是奖金作为研究 我们这个暑假 by the way 我们这个暑假有一个实习 就是跟NIH 就是跟美国卫生研究所一起做的一个实习 好所以你们要不要错过 所以这个排名呢 就是说他就 就是比较以这方面为一走向 然后把那个考进去的学生 有LSAT GMAT多少 然后因为你知道那个就是政治立场不正确 所以那个就必须要拿掉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新版的排行榜 供应参考 好 再来呢 这一所在威斯康辛的塔迪纳尔斯特里奇大学宣告倒闭 这所大学呢 他的这个人数在十年前还有五千个学生 现在只有一千个学生 所以他就撑不下去了 真的是很困难的 那我们上个星期也有报告 另外一所大学也是因为学生 他只有八百多个学生 然后就宣告倒闭 那个其实也是一个百年名校 那我现在就是要讲啊 因为像这所大学跟上星期说的大学 我们是没有建议我们的学生申请这两所大学 但是我有去查了一下 有一些顾问公司是有推荐这两所大学 那我个人是认为说像这种大学呢 就是说他知名度真的也是不够 然后就是说不是很稳 那你付同样的学费 因为美国大学就是从排名最高的到最低的 学费都一样 那你如果读个大学后来就不见了 就倒了 我觉得是蛮冤枉的 所以真的还是要考虑一下 你不要随便去读一个大学 好 再来呢 哈佛大学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像哈佛大学啊 就是这个拿捐款拿到手软 像这个又是他的校友捐了三亿美金给他 那这个校友呢 他之前已经捐了两亿 所以就总共捐了五亿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跟你讲 他们在入学审核的时候 也是会观察说 这个孩子 这个学生将来是不是 如果有成就了 会不会捐钱给他的 这个生意金也是有在里面 所以为什么那个 犹太人 他们在长春的可以有35% 这么高的比例 就是因为他们很会捐钱 而且他们是 就是大笔大笔的捐 然后就是有的那个像犹太 什么基金会 中青会的 都会大笔的捐给这些大学 对 就是等于是说 他们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群人 所以这个我觉得 我们也真的是要这个检讨 你不能老是觉得说你捐钱 就是你的小孩要申请 然后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你才要捐 真的不能这样的概念 这个是对我们整个族裔都不会有好处 所以真的是要了解 好 再来呢 就是有两所 不是两所啦 其实是 纽约州州立大学 苏里还是 就是一个州立大学的系统 然后这个瓦沙学院 这个是一个文理学院 他们都宣布抛弃SAT ACT 那纽约州州立大学 苏里他为什么要抛弃SAT呢 主要是因为他的这个 上学的这个人数越来越少 所以他希望能够刺激 就是说这个入学的人 就是说能够多一点学生来读书 所以他就是说要决定要这个 把SAT ACT这个在入学申请上 就是完全给抛弃掉 完全不需要 forever 永远 但是这个瓦沙学院呢 他就不是为了要刺激这个学生的量 其实这个学校还蛮受欢迎的 尤其是这几年 我有朋友的小孩 我朋友想要叫他给我们做升学规划 因为他是高中第一名毕业的 那而且是一个很厉害的私立高中 他是高中第一名 然后他就说 妈妈我不需要这个升学规划 我就要去这个瓦沙学院 所以后来他就去了这个瓦沙学院 当然他高中第一名嘛 然后他也进去 因为这个学校其实 如果你是高中第一名 当然就是说没有那么难嘛 可是现在来讲还是蛮竞争的 因为这个学校其实是 越来越多学生想去 那这个学校为什么要抛弃SAT ACT呢 他就在他的这个官网上面 发表了非常政治立场正确的说法 就是说 因为这个考试就是总读这个差异啊 然后社会间的差异太大 所以我们就是不需要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政治立场正确的选择 所以这两个学校是有不同的这个原因 但是都同时抛弃了SAT跟ACT 好 那国际学生呢 不管你SAT ACT怎么回事 就是说是要升级还是不要升级 还是要定价还是不要定价 那托福考试如果你的母语不是英文 那你还是要这个递交托福考试的分数 像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三十几年前 准备托福考试都要背那整本字典 那我那时候托福考试是考得很好 可是我那时候来美国读书的时候 我连这个chicken跟kitchen都搞不清楚 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是专门应付这个考试 那我觉得你这个母语不是英文 你当然还是要考这个托福考试 才能够make sure你有这样的英文成就上课嘛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为什么他会说他定位不保呢 因为现在呢就是托福考试呢 他从七月份开始呢 要缩短成两个小时以内就考完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疫情之后很多学生就不方便考 然后呢很多的学生现在也不喜欢考这个试 然后你考那么长就是他也不喜欢 你要知道这些考试他也是一个 呃就是说盈利机构 他不是一个慈善机构 所以这个部分他还是想要赚那个注册费啊 对不对 像那个什么college board 都有一个专门的中文的微信账户 你想想看就是真的这个就是收这个注册费 真的是收蛮多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他就是意思说 啊那这样子你变得那么那么短 那还有参考的价值吗 可是我觉得不管你有没有参考的价值 你还是需要这个考试啊 对不对 不然你怎么知道这个学生他到底英文听不听得懂 还是能不能呃就是说上学是不是 所以这个呢就是现在的情形 好那当然了国际学生申请美国大选的 我们上期也讲过了实际上在疫情之后 是一直持持续增加就是55个percent的这个申请人 好那呃最新的这个呃就是common application 选共同申请平台的报告呢对于国际学生做了一个专门的调查 然后呢他特别提到说中国的留学生呢平均申请8.55所大学 这个是只有在共同申请平台上的大学 也就是说比如说他申请加州大学就不会在这里面 好所以这个是只有呃工作申请平台上面的大学就是8.55所大学 他们平均申请高过平均呃6.13所大学就是他比别人多申请好 其实我觉得是不止啦因为我知道很多呃中国的学生都申请十几二十所大学 好那那个可能就是有包含这个呃就是加州大学嘛 好然后呢76个percent的学生呢至少会申请一所高难度的大学 这个呢平均是36个percent就是说36个percent平均的人会至少会申请一所高难度大学 但是中国的学生他就比较怎么讲aggressive 他比较这个呃就是会是比较目标放在难度高的大学多多半都会了 然后呢zero percent都没有学生中国来的留学生都没有人符合低收入户的这个货免资格 那你会说国际学生怎么会有人是低收入户还申请美国大学 像尼泊尔就有88个percent的这个申请人是符合就是低收入户的资格 所以这个呢就是跟你讲其实也是有国际学生申请美国的大学是低收入户 因为美国现在也有一些大学会给国际学生就是这个助学金 所以这个呢就是中国留学生的这个状况 那其实我要附加一句我觉得中国留学生基本上没有人会自己做申请 他们都会请顾问公司 至少一个顾问公司 有的请两个顾问公司 所以这个是呃就是很有策略性 应该是这么说 他们申请大学是很有策略性 然后他们多半都会申请提早申请 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最新的